中国宣布将恢复台湾石斑鱼的进口 对于石斑养殖业者是一大福音 不过近日却被贴上政治标签 国民党痛批政府相关部门不帮忙渔民 现在还要透过司法接入企图影响选举 是不可取的行为 台湾石斑鱼年产值高达上百亿 不过去年6月中旬中国暂停台湾石斑进口 引发石斑养殖业者哀嚎 如今中国重新解禁7家台湾石斑业者进口 鱼业鼠却表示会了解业者的特殊性 国民党于25日召开记者会 立委林维州直言 政府不要为了选举伤害渔民 进出口石斑鱼不会被统战 应该是要开心才对 原来销到大陆是一万多顿 他现在我们的农业部口口声声说 我们要分散市场 南向政策美国澳洲 结果在这里 分散了半天 美国占百分之一 出口的百分之一 卖到中国大陆 鱼业署以及相关的部门 竟然想要来调查业者 我们想请问的是 难道石斑鱼也是国民党籍的吗 他没有想到的我们农民渔民是多么的辛苦 石斑鱼过去运输到中国约旦全国九成的销量 屏东县石斑养殖业者更是最大输出地 能恢复庞大的中国市场成为业者的心愿 国民党部分区立委候选人苏清泉表示 这段时间多次往返中国协商 目的是希望找出原因和释出善意 实质上帮助这些养殖业者能养家糊口 现在找出一些药物导致暂停原因 未来也会陆续协助相关业者 重新回到解禁输出的名单 是开放的这几家也不是什么蓝什么绿 大家不要想太多 他们只要吃饭 他们要糊口 他们要养育下一代 我给你讨厌 这次能够通过我们是非常的高兴 我们临边的渔民是往边跑 那看到我们县政府又去找杂 又在唱衰 贸易归贸易 政治归政治 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他越早开放越好啊 记者会最后国民党呼吁政府 会附进口的过程中 政府无提供任何资源 现在还要来刁难养殖业者 请还给人民最基本的生活 冬于民最重要的是有钱赚 记者学丰台北采访报导